今天我们来做一道油拌大豆菜 菜的材料都在这边 红辣椒 芹菜 细芹也可以 葱一段 大豆菜和大辣椒 切片中要用大一点的块 切成这种方块三角块都可以的 我们把切好的菜都放到油里面 细芹比较出 我们从中间给的断开 然后切成三厘米 一个段就可以 青椒我们一个就够用了 把葱也切成三厘米的小段 红椒和小葱放到一边 我们把大豆菜 芹菜和大青椒 用开水操一下 这边的水已经开了 我们把它操一下 操的过程中 不要操的时间太长了 轻轻地操一下就可以了 用凉水拔一下 稍微把水拌住 这个小辣椒包不用操 直接上半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个佐料准备一下子 酱油三勺 白糖一勺 这个是料酒 料酒一勺 蒜汁一小勺 我们把牛肋粉一小勺放到里面 油 油 油是三勺 我们放到里面 这样搅拌一下子 我们烧开 油料已经烧开了 我们把这个小葱 倒到里面 这个提色 我们高一点点 老抽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把这个 酱油料倒到里面 有半大豆菜 这个 可辜自己的胃口 要是稍微淡点呢 我们再加一点点 这道油拌大豆菜就做好了 不妨大家回家以后试一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